南桥化工向澳洲进口的牛油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卫福部日前才拿出报关单 指南桥从头到尾向澳洲都是订购工业油 但是澳洲办事处却出示声明表示 恐怕是英文的词译没有搞懂 因为文件中的for industry use指的是供产业使用 代表不仅可以供人食用 也可以供其他的产业来使用 不过石腰鼠表示 南桥的油现在正在检验 谁说可以食用呢 有没有问题要星期一晚间才会知道 卫福部一口咬定 南桥从头到尾向澳洲订的就是工业油 不过澳洲官方却出示证明表示 恐怕是英文词译搞错了 澳洲官方解释从报关单上来看 for industry use指的就是供产业使用 意思就是食品产业都能用 而真正的工业用应该是for industrial use才对 摆明打了卫福部一巴掌 卫福部确实是有回信 那他也有讲说 could be used in food 他在没有申请查验的报单上面写是非食用 所以我们现场也有做了一些抽验 就连补教明师徐薇也认为 industry一词也包含大型食品制造业 而这五批以工业油爆灌的澳洲牛油到底能不能吃 那南桥的油品是可以上架的吗 谁说谁说他可以使用 我们现在有在检验当中 食药署紧咬着南桥爆灌单上的非食用几个字不放 是一场乌龙还是真的油鬼 下周一就会揭晓 借长去世卫浦台北采访报道